红灯取路桥成为中国圆越无资的运输首领 是美军飞机执意要炸烂中国高炮部队重点保护 铁道兵部队重点修复的首领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 越军破坏了它 而中国工程队则又一次修复了它 从广西近期开进的编码部队直指越南高炮省的朔江 朔江是省会高炮的西北屏障 山石林立丛林茂密 是最适宜越军作战的地区 但中国部队毕竟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英勇之士 朔江全级被攻克了 拿下了朔江 东线部队又从西北向高平压过去 攻打高平的主力 是广西龙州开进的另一支部队 越军在通往高平的公路上摆驾重兵 救助了永备攻势 但中国参战部队却从山埃冲了出来 一下子扰乱了越军的防御体系 越军没想到中国边防部队会从山埃冲击 因为这里是喀斯特地貌 到处是溶洞和怪石 很不适合坦克行动 在这种地形上开进 在各国坦克作战史上是没有先例 但中国坦克居然从牛车小路上开辟了公路 攻下了福河 福河是四号公路的一个支撑点 距高平仅25公里 这里的躺场是广西壮国四孙区1962年原建 中国参战部队攻克了福河后 以坦克为先道 沿四号公路向高平提进 越南守军为阻止这支部队竟扒开了水库 淹没了道路 由于沿途运移深打一两尺 中国边防部队汽车步行 在东线的参战部队后 几乎在每个建制单位都有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他们或是在红军时期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所向披靡的先锋 或是在抗日风火中威震敌胆的凶势 其中更多的是解放战争 战功捉住的英雄集体 这一次他们决定在新时期打出新的威风 由于正面进攻部队和穿插部队配合一致 全监了高平守军 而且由于进攻部队在越军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出击 大胆穿插 走远路 走险路 从守军背后 袭击高平 致使高平守军也大步被监 中国军队于2月25日一举攻克高平 高平市委大楼和行政机关被中国士兵占领 中越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结束了 中国军队在打扫战场时收缴了大批苏军装备 他们大多数是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苏联当局近年提供的 令人瞩目的是冰雹20122火箭发射架和火箭弹 必须提及抗美救国时期 越军的装备主要是由中国方面提供的 如中国生产的仿苏AK-47型冲锋枪是越军的基本装备 它的一次装弹量仅30发 一些外国兵器专家认为 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质量都比不上美国步兵的M16冲锋枪 但从越战的实践来看 中国的冲锋枪比M16的可靠性强 这些被俘的越南军人中 有的在中国学习过 越军的许多指挥员是在中国培养和深造的 高级指挥员一搬入南京军事学院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 越战期间 这两所学院中都设有越南班 迎联指挥员则由桂林步兵学校训练 打开越军的仓库 里面堆满了中国圆越的物资 此情此景连年轻的中国士兵也难免发出了与年龄不相乘的沧桑之凯 1966年下 李隼帅代表团访华 要求中国政府加大援助 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的话 凡是越南需要的 我们优先供应 当时中国政府把越南的援助看作是援外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事情 越南部队身上穿的 鞋带的 基本上是由中国提供的 这些往事 在中越这两个重情重义的东方民族中 本应成为中越传统友谊的佳话 是被越南当局如此轻易的抛在脑后 以至于走到了这般田地 正是在这一地区 在越南抗美作战期间 1972年至1973年 中国军队先后调动工程部队和民兵八千多人 配备大量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 铺设了五条圆越野战输油管线 总长159公里 连同配套件的油库 蹦站 通讯设施和铁路专线 共完成土石方十多万立方米 在元越抗美四年中 中国通过这些输油管道 向越南输送汽油 柴油近130万吨 占越南北方当时总量的一半 东线部队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后 又返回头去青角战场 那些躲在丛林山洞里打黑枪的特工 一个不漏的被打草出来 岳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西线参战部队在攻下保洁后又挥师干爬 岳军急忙掉316A石沿10号公路池源 该石是岳军主力之一 号称英雄石 它是苏式装备 岳军各部队的班牌骨干训练 均由该石部队 自卫反击战打响 越南当局曾随时准备用该石吃掉中国的一个土壁石 不可估计的是 岳军是经过连续30年战争锻炼出来的军队 与法国人和美国人都针刀石枪地打破仗 可谓实战经验丰富 从武器装备上比较 岳战结束后 岳军缴获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纤级武器 苏联又援助了大批军援 可以说是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装备 武装起来的一支部队 岳军入侵柬埔寨后 为了推行力区霸权主义 自1978年开始重新征召已经复原的老兵中 生病年龄从16岁至45岁 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高龄征兵的国家 当时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已超过20万 在老挝驻军5万 阻击在国外驻军25万以上 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占世界第三位 经过长期战争和多年的扩军备战 越南自是世界第三军事强 但中越双方已交战 号称越军王牌军的316A时 倒几乎被吃掉 他驰援甘唐时 被中国的阻击部队堵在了戴乃 戴乃阻击战打得很激烈 最终越军没有能够前进一步 而中国参战部队却完成了对甘唐的合围 甘唐并非省会 越南当局为什么要动用王牌部队 守住这个不大的城市呢 在越南远不发达的工业中 甘唐是越南重要的林生产基地 越军被命令死守这个放军 结果仅两天就被中国军队完全占领了 拿下甘唐后 西线部队连续战斗 冰不卸甲 马不成提 连续攻下朗中 空下朗中 空下朗中 要攻下风土 随即向沙巴开进 沙巴山高坡斗 一手难攻 中国参战部队既言攻陆实施主攻 要分兵一部分奔袭沙巴策后 3月4日火小 主攻部队与穿插部队在沙巴县城会师 在西线参战部队进攻沙巴时 东线参战部队已展开了过清亮山外围的战斗 亮山是越南北方的战略要地 是通向河内的大门 由越军精锐部队第三师防守 亮山之战从2月27日8时开始 东线参战部队奔兵三路 相继攻占了越军前沿阵地主要点 中路主力部队由同登向亮山进攻 左翼和右翼助攻部队进行配合 于28日兵临亮山之下 亮山之敌已被合围 在亮山的东边 东线参战部队某部 为侧影亮山之战而攻取路平 阁间首敌123团及其其他两团各一部 外加一支越军特攻队 又于3月3日强渡西雄河 占领了弥麦山 堵住了亮山守军南逃之路 亮山之战是对越反击战的高潮所在 事为巧合的是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团团长陈庚 就指挥全监了亮山的法军 勒巴勒兵团 对亮山的总攻打响了 西雄河 横贯亮山市 把市区分为南北两区 中国参战部队先攻下北区 而后向南区发展进攻 经过3月4日一整天的激战 攻入南市区的部队 打下了市南部的十座高地 一个战斗班突破火网 攻占了省府大陆 3月5日下午20 中国战士冲上了亮山市南的主峰 亮山以南制高点 全部被中国部队控制 至此宣告亮山之战结束 通往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 从对越四位反击战开始 一直到攻克亮山 所有的战斗都是在南北部的山区进行的 在山区作战 大兵团难以展开 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 而从亮山往南 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内的平原 这是亮山战斗结束后 我听军事